一新美術館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一新美術館 參加一新文化系列講座 一新美術館是由孫兆民基金會創辦 美術館的宗旨是推廣文化活動 去推廣中國的文化藝術 宣揚中國文化的 我們今天的文化講座主題是 不作人的大地 講者是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堂先生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有請楊先生 多謝各位 拜祖年 吳作人的名字也是很特別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否原本的名字 因為我看了我找到的資料 吳作人是安徽人 但是他在蘇州出生 他生長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 知識分子是兩個極端的 要不就做貪官 要不做不到貪官 就窮得要賣字畫 所以吳作人也很窮 不過他跟李可宴有些不同 齊八石他們真的很窮 讀書又要靠苦學 當然吳作人也要苦學 因為吳作人 他三歲的爸爸就走了 他四五歲的時候 竟然家裡找到兩個木箱 木箱一打開來看 就是畫畫的材料 不是他爸爸留下來的 是他爺爺留下來的 即是說他爺爺是一個畫師 跟這個這麼簡單的歷史 可以看到吳作人 他家裡跟李可宴和齊八石不同 一樣是窮 但是他沒有李可彥徐八舍這麼貧窮 起碼他的家人懂得讀書 受教育 因此吳作人在四五歲找到他爺爺的畫畫材料 沒有人教他 他拿了材料很有興趣 就逃鴉了 至少他感覺自己已經對潰壞有興趣 他讀中學就在蘇州讀中學 他中學畢業之後 當時如果要讀書或發展 當然要向東走 去哪裡?上海 他跑去上海讀大學 吳作人很年輕 他讀書的歲數 他在1908年出生 是我這輯介紹這麼多個藝術家裏面 都叫做年輕 他就好記了 為什麼好記呢?這個數字對我們香港人很有感覺 他這一年去世 都是高齡 差不多90歲才走 他大概十七八歲就去上海讀大學 如果你有印象 之前說幾個大師都有一個共同的遭遇 做大師一定有貴人 我一直現在未遇到貴人 那吳作人有沒有貴人呢?有 他貴人是誰呢?你個個都認識的 徐碧雄啦 所以我不給你們禮物 一定猜中 那他去了上海就認識了徐碧雄 那為什麼徐碧雄認識他呢? 徐碧雄不認識我呢? 因為我的成績不行 那貴人當然是遇到貴學生 我不是貴學生 那貴人哪看到我呢? 因此吳作人 他年輕的時代已經才華出眾 即是他說已經有他的成績 所以徐碧雄特別覺得 這個年輕人可以啊 吳作人很聰明 他發現徐碧雄去了南京第二年 南京那個中央大學 藝術大學教書 吳作人為什麼說他聰明呢? 他就離開上海 就跑去南京 跑去南京去找他的貴人 所以說吳作人至少就是從他讀大學的時代開始 他的貴人就是徐碧雄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徐碧雄主張藝術的訓練 最重要的是什麼? 掃描 所以吳作人一生裏都說要掃描 無論你畫中國畫西洋畫一定要掃描 這個掃描當然對我們以前中國人畫國畫的傳統是無印象 因為掃描根本是一個日本的名詞 不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日本人創出來的這個名詞 我們中國人以前叫做白苗 白苗用幾條線條勾出一個輪廓出來 但是 隨便學西方的繪畫 於是他就說 掃描是一個繪畫的基礎 一定要學 那吳作人就深深受這個感染 於是就說 他無論去到哪裡 首先要打好掃描的基礎 這就是他從徐碧雄學習到回來的 那 徐碧雄為何說是他的恩師呢 就是他鼓勵吳作人 去哪裡 去巴黎 哇 貿貿然去巴黎呀 你們現在個個 又有巴士博特 又有錢 那去哪裡都可以 你想一下 二、三十年代 要去巴黎 去歐洲 不容易 但是徐碧雄呢 他真是有為了 他覺得吳作人 留在中國 那個學習 不要說他變了大師 是他的學習 那個條件有限 要他去巴黎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全世界 講藝術的學習環 條件最好就是巴黎 到今時今日很多人都去巴黎 你看到我們很多中國留學生 早期去巴黎回來的 就變成了大師 那 吳作人呢 就聽了徐碧雄的說話 就真的1930年再後 如果沒有記載 就去了巴黎 去了巴黎 入了巴黎高等藝術學校 那這間學校很有趣 看資料 原來可以半工讀 半工讀書 半工讀就是說吳作人 根本就是很窮苦的學生 總之入了這間學校 學校收了它 但是呢 他就是要自己籌款籌錢去學習 吳作人呢 去到巴黎為什麼有 除了各個學校有一個好的訓練之外呢 大家都見到 如果去羅浮宮 去巴黎的博學館 你看到很多不同年紀的人都在寫生 那這件事呢 真是一個得證來的 我做了播館這麼多年 我對這件事有愛有恨 為什麼呢 作為學生呢 對著這幅人像 對著他寫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當作為博物館管理人員 學生趴在地上對著這幅畫畫 又坐在地上 將他的書包丟到周圍都是 那我們管理就困難了 那這件事呢 我在播館做了這麼多年呢 就是有一些好的老師 帶學生去到播館做寫生 其實是好事來的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那個秩序一般 那令到我們管理有問題 這個管理有問題呢 其實就是 互有影響的 為什麼呢 我容忍學生去寫生 但其他參觀者就不容忍 那就會阻礙了其他參觀者去看這個展覽 那因此呢 一些就喜歡我們開放 一些就覺得我們呢 就放縱一些不守規矩的參觀者 那這個呢 就這麼多年來呢 令到這一種這樣的 寫生那種的條件呢 仍然不能夠發揮到出來 那希望呢 就是民主啊 翌日啊 西九那些博物館 地方大一些 可以在這方面改善了它 所以呢 吳作人呢 他除了在學校受訓練 還走了去博物館寫生 寫生呢 他很苦喔 買兩塊麵包進去裡面 因為他沒有下午飯吃 寫生完 自己就吃塊麵包 那這個很艱苦 那這種情形呢 就令到 徐碧雄知道 哇 這位學生 讀得很辛苦 那怎樣幫他呢 那最後呢 徐碧雄呢 就幫到吳在仁 就拿了一個助學金 這個助學金 那當然這個助學金 為什麼得到 一定要吳在仁呢 本身是厲害才可以的 那麼多人爭取這個助學金 很難得的 在歐洲拿這個助學金 那拿這個助學金去哪裡呢 吳在仁呢 就叫 吳在仁呢 吳在仁呢 就去了 去了比利斯 布魯塞宇的藝術學院 就有這個助學金 就可以入讀這個藝術學院 就拜讀 拜 當時一個歐洲的油畫大師 學習油畫 那就可以看到了 那就可以看到了 我就記不到這個歐洲大師叫什麼名字 看書你可以找到的了 而是呢 看這個脈絡是什麼呢 就是吳作人的成長過程 那就是 徐碧雄 啟發她的掃描 是很重要的 跟著徐碧雄 也都啟發她 去了歐洲 去歐洲 去歐洲什麼 學油畫 這兩樣東西呢 都是西方的訓練 那所以 吳作人呢 就跟徐碧雄一樣 林豐綿那些大師一樣 原則上都是受什麼 西華的影響 早期一號受西華的影響 那西方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跟徐碧雄所講一樣 寫生 人體寫生 那所以 吳作人呢 一樣做了很多人體寫生 在柔畫方面的寫生 那這件事呢 就將吳作人呢 那種寫實的功夫呢 打一個很紮實的基礎 吳作人呢 就學成回來中國的時候呢 就是投身於教育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次介紹這幾個大師呢 就基本上 除了他創作方面的成就 就是他的教育 那教育呢 吳作人呢 原來在1958年 徐碧雄呢 第一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後來他走到之後呢 那就轉了院長 到了1958年呢 就是吳作人做院長 一直做到1979年 中間呢 就當然有一個 失落的時代 就是文革 文化大革命 那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吳作人擔任中央美院的院長呢 超過20年 就是計上文化大革命 其實文化大革命 中央美院已經停了 就是一個真空來的 那 就是他們不敢說呢 已經停辦了一個學校 不過呢 就去了一個鄉村那裡 繼續去授課 這樣 但這件事已經是一個很沉痛的歷史 所以你看到吳作人本身呢 他貢獻在那個藝術教育呢 是很大的 他可以做中央美院的院長這麼多年 在這麼多年裡面呢 他教過很多學生 所以他很多學生受過吳作人的影響 吳作人受了徐碧雄 跟著徐碧雄的徒孫 是吧 亦都成了大師 很多變為後來的中央美院的教授 那 就 徐碧雄 早年世世 但吳作人呢 很幸運 他可以活到差不多九十歲 那 在他的 所謂黃金時代呢 就是五零年代開始 他能夠呢 積極投身於藝術教育 中間就是 一個缺陷 這個缺陷呢 差不多內地很多知識分子都受苦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我們 我們 講 一個人的藝術成就 其實就跟以前中國的傳統那種 批評 批評學說 一致而已 我們一致講中國人說文人畫 文人畫 那為什麼呢 因為 讀書人當然是捧自己讀書人 講流講的文人畫 甚少講什麼 民間的繪畫 民間的繪畫 是一個畫像 那裡我們 不再提他了 但是文人畫裏面 受文人批評 何為好的文人畫呢 那我曾經一致講過 就是 好的文人畫 就是看到一個人 就是那個畫家的人品 換句話說 吳作人也都受這個傳統的理念影響 他就說 繪畫就是那個作者的性格 也都可以說 一個畫家的繪畫風格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畫家的羊毛 那幅畫沒有眼睛 你們看 可能在座有些朋友都沒見過 不作人什麼樣子 是不是 我素來 你見過我出版的書 我都不登作者的照片出來 因為八花齊放 變了九花齊放 每人的照片都不同 所以 我堅持 盡量堅持 就是 作者的照片 讓你們去發掘 但是作者的作品 風格 其實等於 不再有人說 就是畫家的面貌 他什麼作品 就可以看到那個畫家 是不是帥哥 很漂亮 你可以感覺到 這個就是 人品 所以 我們去欣賞一個藝術家 的作品的時候 就是我很大膽地說 其實應該要嘗試 知道這個作者的背景 成長是怎樣 你就容易了解他 為什麼畫這些畫 為什麼我會欣賞這些畫 為什麼他有一些這樣的長處 有一些缺陷在這裡 因為每個人都有長短處 大師都有長短處 不過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捧到大師幾乎不講他的弱點 搞到我現在都不敢講他的弱點 因為說真的弱點可能得罪了很多朋友 我們中國人當然有一套東西就是說 忍樂陽前 我們儘量講好的 我們只要能夠欣賞到這幫大師的長處 已經心滿意足 為什麼欣賞他呢 一定要知道他的成長 吳作人 他在巴黎 在比利時的學習是苦學的 回到中國 當然就是前途好了 因為徐飛鴻幫他 可以在大學裡面教書 不過中國的命運 始終是要經過劫術的 抗日戰爭 每個人都要經歷這個苦難 所以抗日戰爭的時候 吳作人 就去哪裡呢? 他很幸運 跟國民政府 撤退去四川 去了重慶 不是很多中國人有這樣的條件 我們的爺爺那些全部都受過苦難 怎麼可以去到四川呢? 我們在香港 甚至在廣東 我聽我爸爸說 當時抗日的時候 他在香港 他是一個年輕人 他要走路回鄉下 就是要離開日本人統治的香港 因為沒得吃 他走路回鄉下 腳都腫了 回到鄉下 回到鄉下 他跟很多中國人一樣 不過他又記錄了下來 很多中國人的苦難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記錄下來呢? 吳作人 有太太 但1939年 他太太 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難產而死 但沒多久 他的兒子 都去世 又沒多久 他住在重慶那間屋 被日軍的飛機炸爛了 那就是說 吳作人 在抗戰期間 他跟很多中國人的命運一樣 都是受過很多 痛苦的 那 他幸運 所謂幸運就保存了生命 那 其實 是不是他聰明 還是怎樣 而是上天安排 你看到張大千 這些畫家 走去四川 走去所謂的一個後方 其實都是入軍飛機一邊炸 不過進不到四川 他做什麼呢? 張大千就走去敦王 對嗎? 對嗎? 吳作人走去哪裏? 他都沒有了 沒有了家人 家裡都沒有了 走去哪裏? 走獅子山 去太平山 走去米泡 總要去哪裏? 值得他去… 不是遊覽 值得他去學習的地方 他就走去 他原來是敦王 除了金屬的東王 還有旁邊的是什麼? 西藏 青海 西藏、青海 甚至近一點的金屬 都是四十年代 在中國貧窮的地方 那些遊牧民族 是很痛苦生存的地方 吳作人這些漢族人 知識分子走到去跟他們 不是一起捱苦 其實他給這班遊牧民族已經幸福了 但是吳作人看到這些遊牧民族 怎樣去挑戰大自然 這麼多千年來看到這些苦難的小組民族 怎樣跟大自然搏鬥去生存 這件事 就是令吳作人一生改變了 他在歐洲 他見到歐洲繁華的世界 他自己窮而已 但後來他也過了關 他回到中國 如果中國是一個和平的時代 他是一個教授 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只不過遭逢他戰亂加散人亡 但是他仍然可以在哪裏的地方 去所謂遊歷 他可以去敦煌那裏 去看壁畫 所以 我們看到吳作人 那個繪畫的題材 在1940 即是4143年 至41443這一段時間 在打仗的後方 他這樣的遊歷 就是畫了很多當地的題材 這點很重要 我們現在資訊發達 我沒有去過九寨溝 我也知道九寨溝是怎樣的 但以前不行的 以前真的要遊歷的地方 你看到才可以畫出來 相片都很難得的 因此 吳作人 即是等於 張大千 他躲在敦煌兩年多 畫了差不多三百幅壁畫 抄了下來 吳作人一樣 他用水彩也好 用中國的水墨也好 用油畫的方法也好 他一樣去抄敦煌的壁畫 他在西藏、青海這些高原地帶 他看到這些遊牧民族的生活 他就是一個生活的寫生 即是說 吳作人深深體會到 徐碧蓉的恩師所說的話 掃描 你先學掃描 有掃描的基礎就可以做什麼 蓄捨 有蓄捨的基礎 你就可以做什麼 人體寫生 不是單單人體寫生 還可以做什麼 生活的寫生 那是一步一步來的 我剛才講過有兩個字 希望大家要記住 吳作人的一生的成就 蓄捨 大家知道什麼叫蓄捨 齊帕石 畫畫一定要 仔細 要慢慢畫 所以他這一套這樣的理念 就感染了他的徒弟 李可怨 所以你可以後來畫畫 慢慢畫一條線都想過來畫 而我們看吳作人 是反過來 是快畫 那到我看完所有的資料 我都騙了頭 一個要慢畫 一個要快畫 但是兩個都大師 大家要學東西了 是吧 當然 我今天不是講齊帕石 你可以說 我今天講吳作人 我要盡我能力講一講吳作人 那種 他的理念 我們知道了他的理念 我們嘗試如何欣賞他 是吧 就是人人都畫山水 人人都畫人物 人體寫生 人人都畫 為什麼他可以 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呢 而他是用蓄捨 那為什麼不再人畫 蓄捨是一個很重要的畫畫方法 那去到歐洲 歐洲當時是講當然寫實主義 但這個寫實主義一直是衍生了另一個叫做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 即是如果你顧名才是現實 現實就是這裡有一棵樹 現實外面就有個郵輪碼頭 現實就是外面有個海濱公園 海濱公園外面當然有五、六棵樹 有個單車景 這個是現實來的 那歐洲人畫畫 就真的好像攝影機 對著這個實景去畫出來 那他們標榜是什麼 自然主義 這個是自然的 雖然是人為做出來的景 但是畫家不可以修飾的 是對著他畫的 那這個就是 周作仁呢 吳作仁呢 我會說周作仁 周作仁是誰 怎麼掛著他 老順的小孩 對著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兩個兄弟不同姓 吳作仁 他說 他說歐洲的景 當然更是歐洲的大師 全壞寫實 現實 當然他在比利時比利時近北歐 那 就是說看這個資料 就是說他當時早期的油畫就是北歐風格 北歐油畫的風格 什麼叫北歐風格呢 你還認識我 因為我去過一次北歐 你去得多北歐都知道北歐的景是怎樣 雪景啊山啊 那些江啊 那些江都對比得很強 那這個就是北歐的風光 他就畫了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當然吳作仁的得著 那這種這樣的包風光 就是歐洲的情景 這個寫實 他中國沒有的 張大千也看不到 張大千也看不到 張大千後來去了南美 他看不到這些北歐的景 張大千也沒有畫過油畫 那這個就是 吳作仁 在他的油畫一生油畫創作裏面 第一個階段 就是學了歐洲大師那種油畫的方法 畫油畫的方法 這個是他得著 那當然後來呢 他就說這種歐洲的現實派 其實有他的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僵化了 這個僵化呢 當然就是見仁見智這樣看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後來呢 將他自己畫畫的焦點 轉移了 轉移了什麼 小畫油畫 畫中國畫 這件事呢 就是看到幾位留學的大師呢 到最後呢 他都轉型了 他被迫轉型呢 還是他真的看到我們中國的繪畫傳統是優良過歐洲呢 這個有真論的 是吧 我們大家自認中國人就當然說我們中國人厲害 如果你不認是中國人 你就認是歐洲人 那你當然跟我打官司 是吧 你是洋化的 他說 喂 中國畫 都不寫實的 是吧 但是吳助仁呢 他先受西畫的分陀 但是他經歷過 虎難 這個虎難 194年代 他走了去西藏 青海 青海 金屬 他竟然間 愛上了國畫 那因此在抗戰勝利之後呢 他就 焦點放在國畫的創作 那為什麼這麼成形呢 因為 他認為用西方的柔畫方法去畫西藏 去畫東王 去畫青海 畫不到那種味道出來 那你自己想一想這句話 是畫不到的 因為他在歐洲師傅教學 你對外景就是這樣畫 那是沒錯 是一種紀錄來的 但是呢 除了紀錄之外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 吳佐人認為 他早期學歐洲這個現實寫實 是沒有突破的 所以他在 1940年代 到 新中國成立 這十年間 他的柔畫的風格改變了 做什麼 他就要寫中國風格的柔畫 早期他說北歐風光的色彩 那種光影都抄下來 但是到了一看到這個西北高原的景畫 他改了要中國風格 那中國風格 何謂中國風格 很抽象 中國人畫的畫就是中國風格 當然不是 是有中國格調的柔畫 風格和格調好像在玩文字 楊某人 那何謂格調 做人有沒有格調 楊某人的風格是什麼呢 經常亂說話 我風格不是我說 是你說的 穿出來不勢不中 有好像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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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像老 有好像年輕 這個呢 就是楊夫子的風格 自認夫子 但是楊某人的格調 是什麼呢 是有些不同 格調是自己做出來的 風格是你可以描寫的 要做一個格調出來 比風格更高的層次 何謂格調? 格調就是情與理的結合 所以說中國格調的油畫 就是有中國的情 有現實的理 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出現了這幅 當時來講的新派的油畫 現實的理 這個理是現實的 是真理來的 見到西藏 有無謠 不能寫很多無謠 除非你買了一隻放在農物園 它都養不大 因為太多毛 香港太熱了 要開行冷氣機 但去到那裡 它看到那些無謠 和李可遠畫的水牛不同 很多無謠 這個是理來的 但怎樣擺了一個情呢? 這個情就是吳載人的感情 吳載人的感情就是代表了中國情 這個無謠如果用西方那種方法去畫 那隻無謠放在草原那裡 後面有一座很高的山就畫出來 但是吳載人畫的時候 就畫了一隻無謠 又不畫山 又不畫草原 又畫了兩隻無謠 這個就是中國情 歐洲人就畫了背景 吳作人就不畫 為什麼要不畫? 它畫了一個山 畫了一個地 那隻牛 困在一個山地之間 它不畫 你就去想 無謠在一個白色的背景 什麼都不畫 只是兩隻牛 困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兩隻無謠是什麼? 在一個迷夢的雪景下面 在一個瘡亡大地上 在一個困困困的動物去艱苦奮鬥 這種意境是多深遠 如果你用西方的遊畫畫上大山在後面 畫上草地 草地有些草有些是黃色的 那就完全把意境收窄 這個就是中國格調的遊畫 就是吳作人看得出來 那吳作人呢 將這個中國格調的遊畫 進一步去解釋 西方人說的遊畫 是在這個景物 放入地區 解剖它出來,分析 那棵樹是怎樣的樣子 樹幹是怎樣的,樹枝是怎樣的,石頭是怎樣的,山是怎樣的 光暗的陰影是怎樣的 它是分析出來了,分析每一個景物 然後知道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大自然,就記錄了下來,這個寫實 這個是以前我們中國人不是這樣畫的 我們中國人是寫生的,我們不會獨夠石頭 哪一塊是黃色,哪一塊是黑色 那朵花是怎樣的畫法,怎樣的生長法,沒有的 總之它畫了一棵樹,點幾點紅色就說它是梅花 點幾點粉紅色就說它是桃花 但是西方人不是的,桃花和梅花是不同的 我們中國人是蓮花,總之什麼都叫蓮花 但是西方人說蓮花,中國人說蓮花和西方人說的碎蓮又不同 Water Lily和Lily是兩樣東西 我在港大讀書,港大有個著名景點叫河花池 河花池的英文叫Lily Pond Lily Pond 我英文有限公司,我以為Lily就是蓮花 當然是錯了 Lily原來不是河花,就是瑞蓮 瑞蓮和河花有什麼分別呢?一個有款,一個沒有款 一個在水裏浮,一個在水裏生長 是兩樣東西,連高等學府都弄成這樣 名字是不正確的 所以在西方兩眼中是要解剖 所以現在Lily Pond 都要種兩種蓮花 一種是瑞蓮,一種是荷花 那你去分吧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批評了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搞到 就是 導人於一個錯誤的觀念 這個是西方油畫的分析 但是不作人畫 我們中國人畫油畫 怎樣 或者叫體會 我們去到港大的河花池 如果我是一個高層次的知識分子 我低層次的人 所以我要計較它什麼叫瑞蓮呢? 叫蓮花 如果我去到另一個層次的時候 我會體會這個所謂河花池 我不管它是瑞蓮還是河花、蓮花 有些人經常問我河花和蓮花是否一樣東西 河葉和蓮葉是否一樣東西 為什麼有些人叫蓮葉,有些人叫河葉呢? 河葉飯又不叫蓮葉飯呢? 連用又不叫何用呢? 如果我用西方的道理 真是的,要搞清楚搞錯 否則不合格 用錯了這些語言 但是另一個層次就是我體驗 或者你何花蓮花 或者你連用何用 總之月餅好吃就可以了 這個是體驗 所以不再人說我們一樣畫油畫 就要體驗這個景物 不是分析這個景物 這個就是體驗 這個體驗這個景物 為什麼呢? 如果你走回到中國幾百年前 我們中國人畫的文人畫 其實是什麼? 中國畫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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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境就是情與理的統一 所以剛才我根本不作為一樣玩文字 玩來玩去都是說 我們中國人畫畫 追求的是什麼? 是一個異景 是立意 這個異景怎麼來呢? 這個異景不能脫離現實 你不可以憑空去搞出來 除非你現在搞一些電腦遊戲的東西 或者你搞神話 神話也有一個現實的背景 一定是有一個現實的空間 但是另一方面呢 有一個情意 我們中國人呢 就是把這個意放在線上 一棵竹 竹是什麼顏色? 竹葉或是綠色 中國人說竹葉可以是紅色的 變成了朱紅竹 你如果用西方這樣 你有沒有搞錯? 竹葉會變成紅? DNA都亂了嗎? 但是我們整個衝朝已經畫了朱紅竹 我們接受了它 這就是體會 你不會說這棵竹畫錯了顏色的 它用紅色畫了一棵竹 你仍然感覺這棵是竹 它用紅色畫了朱紅竹 還有松東波幾英畫了一棵墨竹 你說墨魚煲竹好吃 還是豬紅煲竹好吃 各有各的愛好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體會 這種就是異境 吳作人 我很大聲地說 不是他創出來的這套 他只不過用不同的名詞 去講他自己的理念 但他這種理念 他做了別人的老師二、三十年 影響很遠 就是一錘地音 因為有江湖地位 中國人畫畫 一直以來是立意 有講意 因為意就是情與理的統一 是跟西方有點不同 它沒有貶抑西方那種油畫的理念 只不過我們中國人走的路線 是有點不同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modern名詞 就是我們中國畫的核心價值 你經常說什麼核心價值 又是民生的核心價值 社會的核心價值 都不知道什麼 現在要講出來 什麼叫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就是心臟 一個腦 沒有腦可以嗎? 沒有心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中國畫的那種精神 吳載人就說 畫油畫是一種西方的材料 都要跟我們中國人這種傳統的精神 當然他不敢強調傳統 一講傳統兩個字就被人罵 在今時今日講傳統 一人被人罵就被人罵到七歲 古老石山 在當時 一民國開始 稱帝國亡祖 我們一路要講反傳統 新法 全部要西法 這種就是跟現在 我們這個中國人社會 差不多的風氣 一路是要講新朝 所講的新朝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新朝 而是跟著西方人的朝流去做 這個只不過是西朝 不是新朝 新朝可以中國人去創的 新的中國朝流 但是在上一世紀 已經有這個不健康的觀念 所以一路要照搬西方的方法 畫畫一樣 畫 但是 天 很有趣 對我們中國人 不知道是好影響 還是不好影響 畫油畫 我楊某人 到了今時今 我沒有畫過油畫 為什麼 油畫貴 你畫一幅 你買油畫材料 買一塊畫布 我小朋友的時候 拿了鉛筆 找一張舊報紙 畫到公仔 我叫我爸爸畫油畫 嚇死他 買一支油畫彩 我還沒見過 還沒畫過 到中學有美術堂畫什麼廣告彩 廣告彩都是學校提供的 拿多些黑色白色 被校工罵到失魂 就是說我們亂地拿東西 總之顏色的材料都是貴 我還說油畫的材料 你畫好一幅油畫 我再看了一個資料 在1980年代寫的一份內地的雜誌 提出一個問題 畫了油畫又如何 沒有畫框 所以 那群美院的學生畢業 畫了油畫 拿來做展覽沒有畫框 那些學生沒有錢去買畫框 就怎樣呢 拿些硬卡紙 偽造一個畫框 當你看到這個報道 我們今時今日好像是笑畫 在當時那個時候是甚麼 流眼淚 是 1940年代 不作人想畫油畫 怎樣畫 哪有油彩 畫布哪來 畫完之後 怎樣做的畫框 到80年代做的畫框都這麼貴 又講雕花又講實木 跟我們歐洲建的那些 大博物館那些皇宮裏面的那些油畫 那個框已經是藝術品 我們中國人不是不想畫油畫 我們是沒有錢去畫油畫 我夠膽講出來 無畫可說 不畫油畫是甚麼 畫角畫 畫角畫顏色都買不起 就畫水墨 水墨都畫不起 就買些臭的物質去畫 所以我小時候寫大字的物質是臭的 那些是化學品來的 不是松煙來的 古人的靚物是香的 我們五六十年代買的物質是臭的 小學老師一輩子到我們的作品 都不看了 一臭的時候就餅 教育餅的餅 我沒有說粗口 全部都丟 你怎麼寫都好 稍為美麥就是越來越 都沒有人拿甲的 因為比老師的手指漂亮 所以 在四十年代這個艱苦時期 我們中國人不是不懂畫油畫 是不能畫的 這是天然的安排 是好事還是壞事 但這是歷史 但沒有人去說這件事 因為這是有點羞愧的 那畫不到油畫 就畫國畫 畫油畫 如果根據我們四十年代 用繪畫為政治服務 一幅油畫要畫很久 將一幅油畫拿到民間 去宣傳愛國思想 都是一幅作品 但如果你用掃描 你用水墨 你用版畫的方法 大量生產 這就是 符合當時的社會需要 要大量生產 用繪畫作為一種宣傳的工具 所以我們看一個藝術的過程 我們不能抹殺的歷史 我們要找個真相 真相令到我們很無奈 但我們都要找出來 所以吳作人 他在四十年代 因為之後 他轉了他的風格 畫國畫 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大膽說 沒有錢畫油畫 很多當時的藝術家一樣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看到 中國格調的一種方法 是可以畫到我們中國的風光 用西方的油畫 那種分析派 那種寫實 他認為是僵化的 西方一直以來 你也聽過沙龍這個字 攝影的沙龍 那些照片很漂亮 但那些照片全部是甚麼 表有造作 是完全擺構圖的 是不自然的 是故意要把車子怎麼擺 人怎麼擺 那種黑白對比的那種光影 不是自然造成的 是人為造出來的 不是說他不是一種藝術 但這種藝術 不是不作人所追求的一種自然的美 這個太傾偶造作 那這種傾偶造作的作品 是不耐看的 等於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拿了名牌化妝品 名牌的衣服穿著 一看上去 漂亮 豪華 但當他一卸妝的時候 原來你本來的面貌是如屎的 不作人 就要追求一個自然的美 但這個自然的美 不是百分之百跟著大自然走 要有甚麼 要有一個意境 這個意境是甚麼 是個畫家 是個作者 創造出來的 ただ 吴在仁常对学生说 这六个字在古书找出来 诗造化 奪天宫大家都识读 可能大家都识解 但是吴在仁 为什么呢 诗造化 诗就是以什么为老师呢 大自然一场造化 即是以大自然为师 那是什么 写生 现实的景象 所以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写生 不讲现实 不去写实 一直以来都讲诗造化 如果你不讲现实的影像 根本就不知怎样画 你真是现在个人那么喜欢三眼仔 三眼仔是假的 二郎神阳展三只眼球是三眼仔 一个三眼仔的卡通人物 二郎神阳展一个神话的人物 你喜欢哪个多些呢 不要投票了 但是两个形象都是什么 都是人格化了他 都是一个人来的 只不过三眼仔做了一个像小朋友那样 二郎神阳展做过什么呢 做了一个英明神武的大将军 都是人格化了他身 所以 所以师造化很重要 天功 造化就是自然的基础 天功 天功就是自然的过程 就是说你有一个基础 如何将自然去表达出来 这就是天功 有本书叫《天功开物》 就是明朝的 就是说如何去做瓷器、开矿、印刹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功就是大家知道 一种功是一种过程 天功 天功是一个好的过程 天 所以人们就说 此乃天成 好像天作之合 什么都说到最好的东西就是天造 所以这个是天功 但是这六个字里面 吾作人 最重要的是 这六个字里面 你可以师造化 你可以懂得什么叫天功 但是你如何去夺天功 哇 这就是他的成就 夺天功 意思就是超出字业 你站在狮子山下面拍一张照片 这个是自然 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泥笼、沙笼都好 拿了奖 这个是天功 这个是造化 但是你这张照片未必是夺天功 就是我乱举例 我不是大艺术家 在狮子山下 你站在那里 如何跌脱弓呢 就是说 你可以将狮子山拿开 它 狮子山是一个自然的景象 是放在那里 你超越这个自然 你拿走狮子山的山 但是 你可以在旁边写个路牌 写着狮子山境 举例 这个就令人感觉到 就是说 哦 你是超出了自然 你创造了一个异景 不是说大自然的景 就是百分之百抄捉它 你抄捉它 你这个异景是这么多的 但是当你超出了大自然 你创造了另一个异景 但这个异景不是你乱写出来的 是有根据的 换句话说 所以 人家看了你的作品 就不只是得到一个观念 可以得到两个三个四个观念 可以更加得到很多感情 这个就叫做奪天公 所以 吴座人说 你说要奪天公 说到无法而变 你就是乱画的 法 其实就是一个做法 如果你没有根据 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一个标准 你隨便去变 就是你创造 你是乱画的 就是 等于我们现在经常说 电子游戏 你可以乱创造一个空间出来 那有没有深度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没有深度 所以我看科幻片 我觉得有没有深度 他没有什么感情 那个空间任他作出来 天马行空 这个就是 是无法而变 是胡画 是乱画 那 你说有法 你又不改变 你画死了一张画 那就是等于 我举个位 无牛一样 无牛在草原上面 后面的大山 你可以有个根据 但是整个景是画死了 你见到一只无牛 你画一只无牛 三只无牛 你画三只无牛 画死了 因此 吴在草原就是说 你要夺天公 你又不可以乱画 又不可以画死一样东西 总之 你一定要有法 这个法是什么 学好掃描 学好掃描 第二件事 你不一定要做雕塑家 但你都要去尝试做雕塑 那为什么 所以你们明白了 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造型的基础 画人像人 画小朋友像小朋友 或者猫像猫 画年花像年花 画碎年像碎年 或者狗像狗 这个是造型 这个造型 你可以用2D去表达 就是一个素描 练习素描 用线条 用光影 第二个就是 用雕塑 是三维的 3D 前后左右全部搞定 所以一只老鼠的样子 完全掌握清楚 你画素描 只是看到一面 可能正面 側面 左边 右边 但是你用素描 整个景象是立体的 那这个就是造型的基础 先搞定了你的造型 你画什么像什么 你画 人家做大器的手 是这样的 你要似画 这个佛教的手势 你要似画 你画多少画不到的时候 你怎么表达出来 这个是造型的基础 这个造型基础 在古代来说 就是什么 所以 吴作人 他教了这么多年书 他的学生写的感想 他说吴作人 很少改学生的话 他会很懒惰 他不改 他走过去 这样啊 不改 就是告诉你 这里是这样的吗 你在画一只牛 像吗 他不改 他让学生自己去想 他只不过是线索 他不和学生去改画 因为你做他的学生 或者你不做他的学生 你在他的分途下 你受他的影响之下 你就要有画 这个画是什么呢 现代术语就是要搞好你的造型 造型 如何发现出来呢 勤力一点 画一张椅子对着一张椅子来画 画老人家对着老人家画 所以西方人要画人体射身 因为画一个人体没有衣装 他说肌肉是很困难的 人体无论男体女体 或者儿童 或者老人家 他摆一个姿势很难画的 能够掌握了那种质感 线条和造型 你已经一通了 你抹八样都会通 这个就是 吴作人在西方学回来 他将这套西方理念 拉起古书的说话 去打动他学生的方心 你喜欢古书我就给古书属义 你喜欢现代属义 我给现代属义 你喜欢西方属义 我给西方属义 总之呢 都是一样东西 造型艺术 如果我们同意吴作人所说的说话 到今时今日 你看到很多作品 有没有造型 这件事 你自己去看 你看不到那个作品 是什么造型 你怎样去感受到 怎样去体会到 你看不到 这件事 是否一件好的作品 是否一件内看 内人寻味 寻味 寻味 寻味的作品 是很难的 你抽象不要紧 但你抽象 你一定要传达一个造型的概念 你完全不知道 你干什么 天马行空 无提 任我说 是吧 所以吴作人 他这道说法 没有再是几十年前的说法 到今时今日 我们还可不可以用来做标准 我们不要再争论是否现在适用 但我们看几十年前 这帮大师所做的作品 他的目标就是做这件事 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而我们能够欣赏他这个作品 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成功的 他是有高的艺术价值 这就是一路以来吴作人 他教学生 其实他将他自己的看法 说出来 从造型这个基础做起 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 艺术 是入世的 不是出世的 不是出世的 这个入世的意思 就是说 要回到社会 亦都呼应他在西方学画的方面 是一个现实主义 但是这个现实 不是说僵化了的现实 而是他画一幅画 他要将那个现实 那种这样的特点 那种趣味 拉出来 他画无牛 画山 画草原 他觉得整幅画的主角是一只牛 他就将那只牛 那种趣味画出来 所以其他的东西是次要的 是out of focus 不用管它 但是如果他认为 那山是重要的 那只无牛只不过是 崇山之下一只动物 他表现了大自然的偉大 他会画大山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以前画文人画的高山 人是一两个在那里 甚至不画人 因为人太藐视 在山里面看不到 这个不是现实的情景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 他就说 艺术一定要入世 一定要入世的意思就是 不是孤立去画给自己看的 孤方自想不是一种偽好的艺术 是要给其他人去看的 这件事 所以令到他 在文革的时候被人斗争 文革时候 标榜样板戏 艺术是有样板的 公式化的 要画什么题材的 吴作人 以院长的身份画 No 这件事是不行的 他够胆发表文章 被人打到 扑在地下 我不敢说粗口 扑在地下 但他仍然说他没错 那这个就是 吴作人他是一个 很有情绰的一个读书人 他的执着 他这个执着 亦都回应 你那些样板是什么呢 其实就不是很入世 这个世界的人 不是全部喜欢看这些作品 而是他被人打到 他一直摸在地下 他说做人 要忘我 是不计自己的利益 这种是一个人民精神 做人要忘我 但是 你写画 做一件艺术的作品 要有我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何谓有我 就是回应 我早前说过 画 是一个作者的面貌 如果一幅画 没有你自己的面貌 这幅不是画 这个面貌就是 你的格调 人家描写的所谓风格 那必定要有我 所以他叫了学生 你做什么作品 必定要有我 你不能说 求求其画了出来 你照抄一张古人的画是没有我 所以一定要有我 这个是 艺术品的要求 但是做人的时候 你每次都有我的时候 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他提出你两样东西是对立 但是做人呢 就必定要两样东西共存 是什么时间要有我 什么时间要忘我 忘我和有我 我其实都是一个目标 入世 你的作品打不进去的观众的心 你不能入世 就失败了 所以 我们如果拿着这个观念 我们现在做艺术品 无论你写文章 拍电影 做什么装置艺术 或什么画都好 你要入世 你要有我 你要有造型的基础 这样呢 根据不作人的观念 你就拿A了 我都会强调我们去看一个画家的背景 他的想法 他的人品 他的学文修养 就反映到他的作品 他的格调 我们就看到他的风格 所以 我花了这么多纯切 一直说吴作人 其实不是我说 是他学生说 他有很多学生 我看了一份杂志 中央美演出的 那一期杂志 十几篇文章 我看全本杂志都是讲吴作人 就是将吴作人的过程 教学 思想理念 全部讲出来 那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吴作人的人 为人 是怎样 然后看到 他的人为作品 必定要有个人的意境 这个才可以去夺天公 1931年 他在欧洲画 在欧洲画一个人体的油画 看不到吴作人的风格 是一个历史文物 我很大胆说 是否吴作人说不知 但是 是他传下来的 是吧 有没有几千名我看不到 是在书里面出来的 1931年 他就学了欧洲那种写实 写人体的肌肉 写人体的肌肉 这是早期的 这是早期的 32年 见啥就写啥 有块布就写一块布 有个报仗就写一块布 有个报仗就写一报仗 全部抄下来的 老师他们画就画 如果你有张椅子就画一张椅子 有眼灯就画一张椅子 那你要写实 用油画用颜料写实 就画出来 这个有典型的写实 还有训练了他那种光影 1933年 这个光影效果的对比很强 这个就是有印象派 所以不作人画 10生一些 不同的光影效果的 我已经把肌肉 和翼子不一样 放射 你肌肉 欧洲人的印象派其实是等于我们中国话的写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不是没有道理 同样一个人物在不停的纲之下不同的意境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写意 它仍然保留造型 但意境是不同的 所以它说中西话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中国的写意是类似欧洲的印象派 那你自己去揣摩 这就是它学习的 光影完全是写实的 这幅画中美远一个外籍的老师叫王俠来 一个月前在这里摆过这幅画的展览 好像是德国人 他画了他这种人像 1938年后期一跌 他已经回来中国了 这个人像你可以看到它开始变 即是吴作人开始变 就开始怎么变呢? 就是说它不是跟随着 刚才写外国人那种风貌 那种光是怎样来的? 人物是什么背景? 实景是怎样写出来的? 它变了 人的面就是主角他写的主角 光影的对照是有但不是很强 仍然有立体的感觉 但当你拿开这些颜色 变了水墨画的时候 都是这样画的 这个是深一点的墨 这个是浅一点的墨 这就是吴作人去游画的第二阶段 创出一个中国风格的游画 不是完全十足十句写实 也不是完全照抄印象派的方格 它一样有深浅色 但这个深浅色是用颜色的层次去表达 这就是慢慢演变出来的 这就是写四零年代去到西北的草原 那些牧民 这就是有中国格调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格调 它就看到这种情景 它就写那个牧民那种艰苦 是很渺小 那些人很渺小 住的蒙古包那类很渺小 但是整个空间很大 天很大 天创创 地茫茫 你不见草药 那这个是他游画 那这幅是他的水彩画 在当时他画了很多少数民族 这个可以说是写生 但是他这种写生 你看到这种水彩画 感觉好像是一幅中国画 好像有立体感 但又不是很鲜明 像一幅士女画 只不过这幅士女画 是穿了少数民族的服装 是一种水彩的手法 他画他自己 那这个都是四十年代 艰苦的时候 他一路去摸索 那你可以看到 在当时他们的心境 很多时候画一个背光的景 之前那位王俠内老师 又是背光的景 他画自己又是一个背光的景 和现在你们想 你背光的 不要拍摄这张照片 黑黑面 但是他又是画一个背光的景 他表现了当时的一种情景 就是 体会到当时那种 那种不是喜悦来的 他说他 一九四八年 他说他 这个一九四六年 这个就是他太太萧淑芳 他说他 蕭淑芳也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但是他的名字不及得 徐碧雄 吴作人 画水左 也是留学欧洲 到一九四八年 就是第二段婚姻 吴作人 就是和蕭淑芳 所以蕭淑芳后来 都是在中文美院做教授 那两个很受弟子的爱戴 那这个呢 就是一九四六年 他画他的爱人 可能在拍拖 你看到 他画他的爱人 和他画他自己是两样东西 开心很多 这个是情人 所以你看到 一个人的人格 他当时的心情是看到的 如果他写蕭淑芳 当时不是他太太 是情人 是不是百多 我都不知道 他要写出蕭淑芳 那种气质 这种气质 是给人感觉 是好的 不是背光的 不是黑眠的 不是模糊不清的 1950年 这幅也是一个月前摆过 入世 新中国成立 他画的一幅画是入世 是告诉群众 这就是有中国风格 不是很强的印象派 光暗的对比不强的 但是你感觉那些人物是有立体感的 但是不太强的 大家都知道 他强调的主角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 他强调的主角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 这四个字 跨大了 这四个字 还有新中国成立 这种制服 还在火车当时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全是一个入世的题材 当然你不喜欢他这样的倾向 你会感觉这些很微俗 或者有政治色彩很浓 入世其实是政治色彩 你无论不讲共产党 国民党 什么党都好 自由党都好 你不喜欢他 你就说他政治倾向 其实有他作者本人的立场 这幅作品 我们那次摆展览 很多人觉得很惊讶 这幅原来是不作人的油画 他越来越写得很少油画 在新中国成立 50年代开始 他要将油画走入第三个阶段 由北欧风光变成中国风格的油画 到第三阶段 他要将油画民族化 即是说 不单只有中国风格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 创造出来的油画 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油画是怎样的 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油画是怎样的 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 是制造一个意境出来的 他是写生 但是选择性 去将那个景物摆入 这就是那个意境出来的 是要民族化 在此上 有些拥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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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感谢观看 这就是他做人的历念 扬为中庸 一直在满清以来 一直喊口号 喊了很多年 中了一道大家去研究 我们一定要扬为中庸 不要以阳代宗 就是说不要全盘阳化 如果你全盘阳化 就是说 如果你绘画是民族化 如果你全盘阳化 你就化民族 就没有了你这个民族 所以四大文明古国 只有中华民族存在 其他三大文明 已经被人化民族 是没有了 就是外来的文化 吃了它 它保存不了它自己 这个就是不作人对学生说的 可以画油画 油画的材料虽然贵 可以画 有它的好处 但是不可以跟随西方 19世纪早前那种古典写实 除非要提出 但是也要改进 又不需要完全是 像中国写意那样的印象派 就是你抄来抄去 因为没有了自己的民族面貌 一定要自己走出自己的面貌 这就是第二点 当你履行洋为中庸 你就会深深体验到 中国文化的用现代数学核心价值 就是精髓 精髓是什么 这件事我们要保存 不单只保存还要活化它 还要推广它 因为在万清文国早期的时候 中国的画是僵化 画来画去都是四网的山水 强调什么 筆法物法 只要说你一定要那些筆 用筆 线条各方面流畅 纯熟 用筆要精彩 就是注重这种技巧 是没有了什么 没有了一种意境 所以你看一百幅画 没错 写得不错 但是没有了意境 没有了意境就是没有深度 没有了深度就是不敢看 不敢看一百幅画 就是等于看一幅画 是没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的一种僵化 中国画的失败 于是第三点 我们一定要做到恢复中华文化的精髓 就是说立意 要有预警 要有法 就是西方所谓的造型基础 第四点 他强调 所谓不败之不须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他的古文明没有了 只有我们中国文明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包容 这些佛教 这些佛教来了中国 传授 印度都没有了佛教 佛教靠我们中国传到日本 韩国 如果你成现西藏 中国的地方也传到秀周 就是密宗 伊斯兰教 入了我们中国 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 有一个民族叫回族 没有的 五族共和 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的大智慧 皇帝都有这样的智慧 为什么有智慧 因为他是中国人 中国人骨齿里就是包容 就是收 我们不是排外 我们只要收 你伊斯兰教进来中国 你伊斯兰的信徒来中国 我们给你居留 给你信 伊斯兰教 给你建立清真寺 给你说阿拉伯话 给你印阿拉伯的经书 可难经 全部由元代开始 所以这群阿拉伯的移民 新移民来中国 由元代一直住到明代的晚期 住了多少年? 很多年 这群新移民已经变成了定居的中国人 于是明朝的皇帝和官员发现 差不多时间了 于是就说 把那本阿拉伯文的可难经译了中文 所以第一本的中文可难经 就是明代晚期出现 就是明代晚期出现 有了中文的可难经 于是就叫 这帮伊斯兰的信徒 你可以看中文 于是你跟我讲说话 你讲中国话 很厉害 所以回族就是看中文 说中国话的伊斯兰 落籍的信徒 到孙中山先生成立中华文革 就定了是回族 全世界是没有的 全世界你看到很多宗教战争 但中国人这种包容就制裁了 那变成了我们中国人 是一个 一个联合国的文化 我们将所有外来的文化 是民族化 这就是吴作人 归纳了出来的 吴作人是一个 艺术大学校长 是一个画家 但是他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但是他心懂中国这种传统来的 他不是大政治家 但是他讲了这番说话 就是指出了 你是他的学生 你虽然学华 但是你将来做人 创作 做什么 你却生活 就要走这条路 艺术要入世的 1950年代 因为要入世 要写当时的情景 一个船厂 船厂的工人 不识字 但是领导 在一个旧船的船底做黑板 去教学 这就是反映的现实 是入世的 这个就是中国格教 真相是这样 但是情景是什么呢 你自己以为 一班老公人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是这样去学习的 没有黑板 拿个烂船去做黑板 而一个领导 在一个公园的时候教导他们 这个就是中国 这个就是新中国 而这个也是一个贫穷的中国 一个贫穷的中国 有没有希望呢 你就要看这幅画 如果没有这幅画 中国没有希望 但你看到这幅画 这帮老公人 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但是因为一帮老人家 一个这么艰苦的环境 仍然不断学习 不断奋斗 这个就是吴作人 在四十年代 为什么要写无偶 就是无偶 就是中国人 但是他用油画去写 但是这幅油画是一种现实的景 但是这个现实的景 他看不到无偶那种艰苦 只不过像你拿着相机拍了一张照片 因此他四十年代 他就写无偶 无偶是当地一个特色 但是无偶比你可染的水牛更加艰苦 因为无偶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生存 比随碑红的马更有生命力 因为马可以在大草原炮 但无偶是一个极寒苦的天气下生存 于是他用国画画 因此到这里为止 所以 在四十年代 所以不作人的话,他要速写 他反对望一眼,写一笔,慢慢去写 这个不是他喜欢的 当他写生的时候,他要看着这个情景 知道这个情景的特点在哪里 脆味在哪里,在路里面 然后用他的很好的造型基础 就是素描的根底,写速写 速写其实是一个简括的筆法 颜色的设色方法 写出来的景象是含蓄的 这种含蓄带出的意境 这个就是不作人的铺牌 如果你不能速写 即是说速写是要很快的时间 很简单的设色,很简单的筆法 能够写出那个对象的精锦地方 写个人,个人的特点在哪里很快写出来 写个牛,写出来 不是万功出世货 这个就是他的理念 不容易做 即是含蓄带出人 如果再生他对着我们这50个观众 每个观众,眼眼、口鼻都有 但你们个人都会大小眼 大小鼻孔,高低耳 他就找出你们这个特点 每个人都不同 这个就是他速写 不是要花一个月去写你的人像 这只牛就是这样 因为含蓄带出人 主张要速写 主张要选 什么都要选 所以在他的画里面 也等于我上一次所说的李可燕 李可燕是三种色调的 一个白,一个灰,一个黑 李可燕将画是黑画来的 黑多个白 不再人反过来,白多个黑 两个都是大事 那你明白 为什么我们欣赏不作人 为什么我们欣赏李可燕 李可燕的黑,因为是背光画 不作人的白,白是什么 是一个空间,是一个意境 天苍苍,地茫茫 不画地,不画天 不见牛羊,但见了一只蒙牛 就是这样 意境很深远 只有一种调 就是白,灰,黑 如果他用颜色 都多不过五六种颜色 他画这些景物,用的笔是几笔的 完全是速写的 是很快画好了 但他一落笔,就是等于我们古人所说的 意在笔先 就是你的意 你的想 你要画什么 已经在路里面 才去落笔 意在笔先 这是我们中国人画画的精髓 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东西 他就做了这些东西 笔 很少颜色 在五零年代,齐八石 很多人都说和平笔 为什麽?入世 因为新中国成立 就是说希望我们中国社会 草样和平 几十年 二十世纪 上半叶 全部是一个灾难 但五零年代 新中国成立 是一个和平的盛世 他们认为是这样 怎样表达这种情怀呢? 就是用西方的题材 和平笔 这种就是说 吴作人 你可以洗八石 他们认为 画是诗来的 诗是将感情说出来的 画是无声的诗 他没有用很少字去表达 虽然有题材 但那种画画的景物 就是说出作者的情感 所以画是无声的诗 所以你看他画 这样就知道他歌众和平 画是英雄 英雄 徐霸石画很多英 但是不作人的英 好像这幅作品 只有几种颜色 他画是英雄站在石上面 高瞻圆軸 英雄可以飞得很高 可以站在很高的地点 就是等于 我们做人要辞职 英雄 不是一定要做英雄 而是你有英这种能力 站在高点 能够看得很远 这个就是吴在仁 进一步去无声诗 诗就是要比喻 用动物去比喻他的感情 这个就是意境 另一福音 也是站在石上 吴在仁有一个好的比喻 同一个题材 他说是重复地画 这幅第二幅 又是画音 重复地画 没有创作 他说 音乐都是重复的音符 不是每一个音符都是新的 是不断重复的 你会听到很悦意的 画画一样 你是可以重复 为什么要重复 就是你要画到一幅最好的作品 所以你画一幅 单一幅未必是最好的作品 可能是最差的作品 所以他也都告诉学生 同一个题材 同一个题材 你可以重复去画 但是不是说你照抄上一幅 每一幅 的重复画 都有一些新的元素 这个新的元素 就是你的创作 等于这幅蝇一样 和这幅蝇不同 但是他表达的理念一样 红猫 不作人说红猫 他什么 是表达什么诗 我们看到红猫是什么 红猫 他的名字叫大红猫 但是我们中国人认为他是小朋友 无偶 无偶 是苦难的动物 希望红猫 是中国人的同趣 我们中国人 都有一只动物 全世界没有 是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善良 它驱体很大 它只有黑和白 它的眼睛好像大眼 又好像小眼 又好像四方眼 又好像圆的眼 都不知道什么眼 它的耳朵又好像圆 又好像三角 又好像方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包容 它是我们中国人一种 简单 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但是它啰啰去做 什么姿势都好 都是一种趣味 就是善良的中国人 所以它画红猫 它用画 它用写书法的手法去画红猫 这些点 这些潑墨 全部好像写字 那样 它又是缭缭素笔 已经画了红猫 没有其他种颜色 它又没有画珠红猪 就是用水墨 就是用水墨 那它为什么会画到红猫这种脆脂的姿态呢 它的造型好 为什么造型好呢 它当然看过了 所以要绿蓓 所以一定要绿蓓 一定要按owers Har 铺den 铺仑 铺 PDF 尤其是跟无偶不同 我们来看这一幅无偶 它是在冲刺着 所以吴作人很多时候画一只动感的无偶 它在雪地跑 在雪地跑得很难 但是中国人就要在雪地跑 就是无偶一种憧憬 它比马更辛苦 落陀不跑 它是一个沙漠 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 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落陀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走 因此吴作人画的无偶 那只脚是动动的 是跑的 是无影脚 但是吴作人画的落陀 那个陀的脚 是很坚实地踏在地上 在空白位那里 那这个就是中国人去战胜 那个艰苦有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方法 一是它跑 一是它慢走 慢走都可以走过沙漠 就好像落陀那样 它可以走到很远很远 可以走到欧洲 这就是中国人去做空襟 是靠什么 要求落陀的精神 它完全写过意境 你可以感觉 这个落陀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张画纸 那个空间可以来到很远 它离开一张画纸 这个就是它的意境 它是速写的 很简单的颜色 很简单的笔法 尿尿几笔 是将每一种动物的神态写出来 红猫 它没有写一个眼神 它只是画两点 就是眼睛 但是你知道红猫的眼睛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造型 它画金鱼 很少人好像那样写金鱼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金鱼 金鱼 是在浅水里游的 浅水是一个不是好的环境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贫乏的资源之下生活 好像金鱼那样 可以出现美丽的鱼 这个美丽的鱼就是美丽的中国人 它画金鱼 是一两笔的 它是写出金鱼那种 它是用标游的体态 用碳墨 那这幅画呢 已经画多了 为什么画多了呢 这种是河叶连叶画多了 曾经有个故事 你还数换的 我们在画面 这个是河叶迷的 我看这个是河叶迷的 这些是河叶迷的 是河叶迷的 这个是杨某人画的金乳 我都两笔而已 但我格调和吴佐人不同 吴佐人看他画金乳,我看这书的资料 这个脚骨和尾巴是一笔落的 如果你画一条金乳,不是一笔落,小心 不一定是假,小心 因为吴佐人的观察很强 他认为金乳是西方人的分析 金乳的脚骨是和这个是连续的 如果你断掉它,就表示金乳好像闭了尾巴 我这里表达不是说这件事,而是这幅是画 吴佐人曾经出现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说了一幅金乳,类似这幅那样 我举例而已,我东施效频而已 于是,有个大画家就给他提字 提出来,他说他一看到 他说你把鱼塘变了写字? 他说其中有一句叫奉刺的画家 那画家看得到之后呢,衰了 以为很省省,很痴地提在这里 两个大师,不再人不高兴 那大家知道为何不高兴了 因为这个白位呢,就是一个意境 你提到这一条鱼塘变了 你提到这条鱼塘变了 那里不是由一个水里,在空中里 但如果这一幅画的时候呢 你都知道这条鱼塘是由一个水里 这个是鱼塘 这个就是吴作人的束写 这个束写是卖几百万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成就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 他当然写了很多他以前所见过的景象 这个是少数民族 这个是1982年 都属于他的下半期 那就是吴作人 我们到今时今日 看到他的画 我们给他的风格就是什么 束写 束写不是西方 就是了几笔的束写 而是他的束写是用很快的方法 很简单的线条 简单的颜色 不多过五六种颜色 不多过十笔 就可以将景象勾出他的精髓 这个就是他眼光独到 没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是做不到的 而他是学西话 他落了西话中理念 但他回到中国 他都要写中国书法 因为只有中国书法 才可以帮他在国画做束写 才可以写到什么 写到红猫 写到金语 如果他没有这个书法帝 书法 他说书法是中国人的写意画 完全不是一个具象 是意念 不法千变万化 你将中国书法这个基础做得好 你就可以画画画 当然他不排除西话那种长寿 因为西话切切实实告诉他 但是他听到造型是很重要的 所以到今时今日 我们欣赏悟作人的画 我们可以和他有些不同 所以每一个大师 他有不同的路程 但是你看到这几个大师 这几个大师都是好像徐碧雄所说的 素描写实 接着就要讲格调 这个格调就是吴作人特意提出来的 但是吴作人就是快功出世 两种层次不同 但给你看到是两种中国情怀 这个就是吴作人的大师的风法 所以我个人看到 我杨某人很有条件做大师 因为我受的苦难都是很多 但是我失了一件事 我懒惰 20年后希望有杨大师出现 出现再见 多谢各位 鎖 稜 这当 does 有一日 但是多少 为什么 我chau 没了 我 但我反应